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体坛娱乐 2023年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女排五连胜积分超过波兰排第一 蔡斌的执教风格再次引起了争议 世联赛打到现在 蔡斌都没有对首发阵容进行调整 所以就有很多球迷吐槽蔡斌一套阵容打到底 用人固执 不喜欢给替补机会 主攻李盈盈疲备场场跑满 两位复工袁新月和王源源依然打满全场 而两位替补队员至今未上场 龚翔宇在第三局局末的时候 落地时踩到李盈盈角从而崴到脚 凋零宇在第三局也不慎摔倒 球迷怒吼 带了这么多人去 好几个人基本上没有上场机会 那么带不去干什么用呢 是没有观众鼓掌 自备鼓掌观众吗 很多球迷把责任算到了蔡斌的头上 2023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二周香港战 中国女排以三杠零横扫加拿大女排 豪取五连胜 同时中国女排还登上了积分榜第一的宝座 虽然中国女排的整体表现还不错 但是主教练蔡斌却引起了争议 主要就是本场比赛 龚翔宇意外受伤 不少球迷质疑蔡斌一套阵容打到底 才导致龚翔宇受伤 在与加拿大女排的比赛中 蔡斌延续了之前的首发阵容 没有更换首发球员 从比赛情况来看 中国女排的整体实力明显强于加拿大女排 前两局都赢得比较轻松 第三局 加拿大女排背水一战 一度给中国女排制造了一些困难 而龚翔宇就是在第三局意外受伤的 当时两队战成21-21平 龚翔宇踩到了王云露的脚 这导致龚翔宇重心不稳 摔倒在地 虽然龚翔宇还坚持打了两个回合 但脚伤还是让龚翔宇没能坚持到底 随后蔡斌用正义心换下了龚翔宇 龚翔宇意外受伤 不知道是否会影响到后面的比赛 根据现场记者发布的照片来看 龚翔宇的脚伤已经缠上纱布了 并且是一拳一拐地离开球场 看起来有点严重 而且右脚膝带受伤 表情看比较痛苦 需要人搀扶 龚翔宇的表情十分胶着 可见龚翔宇也为意外受伤辞 感到难受 龚翔宇也是劳模 每场都是首发 虽然进攻没有欧美强 但一传 防守 发球等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14扣5分 成功率偏低 一个发球得分一个篮网得分 可以很明显看到 作为目前中国女排的主力接应 龚翔宇后面能否继续比赛 将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中国女排的发挥 虽然此前蔡斌曾表示过 龚翔宇基本上已经痊愈了 但现在龚翔宇又遭遇了伤病 中国女排想要取得好成绩 还是很有难度 其实本次试联赛 龚翔宇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好 在此前与荷兰女排的比赛中 龚翔宇的整个情绪都十分低落 当时龚翔宇就被正义心换下过 而现在 接下来 蔡斌应该会对阵容进行调整了 龚翔宇万不能带伤出战 以免加重伤情 替不接应正义心就需要做好准备了 随时准备以主力身份出战 在与加拿大女排对战中 李莹莹全场得到14分 每场都是最高分 场场都是劳模 要是没有她 中国女排不可能取得五连胜 她这点的进攻太重要了 难打的调攻球 局面胶着的球等大部分 都需要李莹莹来解决 第三局最后几分连续在后三起飞 哪怕徐晓婷没有传得很到位 依然能够自我调整扣球得分 每一次扣球就是关键分 就是挽救局点 必然给李莹莹点赞 也展现了强大的心理素质 确实如蔡斌说 越来越成熟 27扣13中的成功率看 不到50% 是低于前面四场的数据 不过扣球成功率因素很多 也要看对手的篮防能力 跟二传手的配合情况等 而且李莹莹每场都是被重点盯防的人 所以在进攻压力就更大 两位复攻袁新月和王源源 依然打满全场 而两位替补队员至今未上场 只能说明袁新月 王源源的发挥比较稳定 出色得到蔡斌的满意 这场比赛看 两人的得分都是9分 王源源依然在进攻上 更多分12扣8中 保持比较高的进攻效率 至今没有一个扣球 是失误或被拦的 跟刁林宇的配合非常默契 刁林宇在第三局局末的时候 落地十崴倒角 虽然看起来问题不太大 不过蔡斌保守选择他下场 让徐晓婷替补上场 毕竟后面还有很多的比赛 如果是小问题 继续打的话 可能会造成大的影响 二传需要经常传跳 赛后 刁林宇接受来现场的采访 从走路看还是比较正常的 他表示 首先很开心赢下比赛 第三局打得很激烈 对方有很强的攻守 我能够防起他们的球很开心 因为他们有很棒的攻守 对中国队来说 以团队最重要 没有突出某一个人 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比赛 这场比赛 刁林宇获得三分 三扣一中 加上两个发球得分 整体看这场比赛 他的传球稳定性更好 比首战的比赛更稳 接下来中国女排将会跟保加利亚女排 波兰女排 意大利女排交手 在这其中 波兰女排的世界排名最高 蔡斌和教练组将积极应对 进行合理的战术调整和球员轮换 以确保整体实力的保持和进攻的多样性 他们会鼓励其他队员勇敢站出来 发挥自己的优势和能力 填补攻翔与离场的空缺 同时 这也是一次锻炼年轻队员的机会 中国女排一直以培养新人为己人 年轻球员们将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潜力 蔡斌将给予他们更多的上场机会和信任 培养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能力和经验积累 为未来的比赛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在接应位置上确实有点捉心见肘 尤其目前来看 王云露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如果接应会指 龚翔宇在受伤的话 其实对于中国女排面对接下来的对手 确实是一个打击 作为蔡斌也是非常遗憾 在龚翔宇受伤之后 蔡斌在赛我采访时也表示 希望龚翔宇不要有什么大碍 毕竟我们中国女排已经伤了张长宁和朱婷 我们希望龚翔宇能够不要缺席接下的比赛 球迷是非常担心 但是期待我们中国女排 能够有一个完整的阵容 去面对每一场比赛 也是希望中国女排 能够在本次的国家联赛中 收获最终的冠军 让我们一起为龚翔宇 为中国女排加油吧 比赛 跟猜人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